好 延续三倍券的话题 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就说了 三倍券是没有效果的 他再度表示 如果有效果的话 以前民进党骂马英九 是在骂什么呢 台北市议员王世坚也批评了 行政院是把三倍券复杂化 行政院已经在笨了 柯文哲加码是笨在一起 不过呢 政院发言人丁怡明呢 用漫画反奉柯P说 如果没有效的话 台北市为何要加码六亿呢 以你的长相面貌 谈吐 我觉得我的长相还好 我觉得现在那像吴英龙 他们都是看了会让人家 人家脸红的那种长相 我被称赞是最帅发言人 丁一鸣不敢当 毕竟上回才因为调情说 引发悬然大波 就连苏院长也提醒他 要谨慎发言 我觉得廖太祥也长得很帅 蒋万安也很帅 哪一个比较帅 我觉得都是我的菜 如果我是女生的话 廖石氏不是幽默俏皮 但谈到严肃议题 就不能嘻嘻哈哈 因为台北市场的柯文哲彩虹 有念书都知道 三倍却没有效果 不服来变 我觉得他应该没有实际去买过东西 没有去超商买过东西 小白单一拿出来就有一堆的优惠 所以大家很理所当然 在领取的时候会选择那个方式 有效没效 如果有效 那他们以前在骂马英九在骂什么 我有看到一个三格漫漫有趣 就是两个人在玩说哈 然后好像柯文哲在讲了一堆以后 然后另外一个是画了一个苏仁昌说 那你到底要不要跟 可是柯文哲说好 加马六一 我又不是中央政府 他已经决定了 他就已经决定要这样做 还有四种方法 那我们 我比较像是捕手你知道 就投手不管他怎么丢球 我想办法接下来 不止柯文哲大杠中央 就连民进党内部都有杂音 行政院在三倍券的处置 就已经犯了一个大问题 就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行政院就会傻啊 结果柯文哲也跟着傻 一个傻不够 两个傻来倒 虽然自家人质疑效用 但店家和各县市政府 优惠一波接着一波 能不能有效刺激经济 下周上路就能见真章 东森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道